另外再关心的就是台23线 这一条永峰派出所辖区重要的交通要道 更是不理乡通往台东线东河乡的唯一道路 而村长也就特别建议 应该要限制35吨以上的大车进出 或者是管制出入 因为部落就在里面也都会经过 玉利分局也回应会再喊中央来反应 另外再关心的就是台23线 这条是永峰派出所辖区重要交通要道 更是不理乡通往台东线东河乡的唯一道路 村长也建议应该要限制35吨以上的大车进出 或者是管制出入 因为部落就在里面也都会经过 玉利分局也回应会再与中央反应 我建议永峰手 那你们这个重车 35吨以上的重车都是从这边经过 那另外它载着 不管是沙子石头人料 都是送到台东线 那我们这边经过 能不能有些一些部分能不能是会广制 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很狭窄的 第一个我先了解一下 他们能不能走这一条路的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如果他们可以走的话 那我这部分再把这个经营带回去 因为他这可能要带到汇报里面提出来 有县佛在那边做一个公告 这个部分可能就是我没办法就是当作我警察 你去定这个规则这样子 所以说我必须把这个问题 再送到县佛那边去给他们做审议 那这个我们再把它派回去再把它做提出来 使用这道路的民众多是游客 上下班以及上下学用路人较多 路段因为红绿灯稀少 且道路是多弯曲 照市原因多以车辆违规超车 以及未注意车前状态居多 派出所会持续加强宣导 以及取缔交通违规 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记者高双双复利箱采访报道